赵小青老师 其实我在访您之前本来很紧张 但是工作人员一直在告诉我 说您是个特别特别nice的人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 特别绅士的一个人 很多网友说你跟他们有夺妻之恨 这个你知道吧 晕倒了 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 但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表示他们对我太太的爱 就也是一直维持着 这次来是因为《平凡的荣耀》这部剧 你们这个剧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筹备拍摄 你觉得它的品质体现在哪里 传递了一个精神 就是这个平凡的荣耀这件事情 这是最大的一个价值 所以中间所有的辛苦等等都是值得的 好 谢谢赵玉婷老师